大家好 我是小黑黑 嗨 我是吳艾博士 歡迎收看科普Time 最近起秋風了 又要起秋風 真的是秋天到了啦 你有沒有覺得秋天到了 家裡面的螞蟻就變多了 欸 真的耶 好像蟑螂走的來了螞蟻 什麼走的來了螞蟻 秋天螞蟻就不會在外面爬 因為太冷了 所以他們都會到你們家裡面 找東西吃 找來怎麼可能 他又不是我家 又不是什麼潮穴 我就跟你講 我外面是傳不好小的 不信我找林老師來給你講 好 有時候就不要找老師來 今天我們就請到特別來賓 林老師 歡迎 艾爾博士 林老師 林老師來了 老師老師給我說清楚 他剛剛是不是在給我瞎掰的 是不是可能螞蟻也在我家過的 不會啦 因為有些居家螞蟻 他就會在家裡面 因為家裡有溫暖 因為我東西吃要好吃就醉 然後地方可以住 然後東天的時候 這些螞蟻跟人家 跟我們人住在一起的螞蟻 都是比較吃熱的螞蟻 不過我跟你講 我們在台北可能沒有感覺 真的 我都回南部的時候 都有一種螞蟻 哪一種 就是又黑然後又多 像芝麻那很多 超多的 像黑一樣 這種螞蟻最可怕 這些螞蟻到底哪裡來 那這個螞蟻 這個最近在我們在中南部 做比較嚴重的這個危害 就是我們說的渴瑟跟遊蟻 那他大概三四年前 開始在中部地區 你們就都發現說 怎麼到七八月的時候 只要天氣不錯 然後一開燈 哇就成千雙萬隻在我們家裡面 所以他們吃飯的時候 不用撒 一定要抖 有另外一種螞蟻 我們在圍海中部地區 也是在七八米以上 然後那叫油胸流離 他會從外面 流胸流離 長得就像這樣 他會就剛才說 他都會到家裡面來 那因為他原本人家的環境 他很適合適合他的層層 所以他就全面都有 他把你以家的一些 就把你家當全家 然後我家以 我家就是以家 對 好我們先好好介紹一下 這兩種螞蟻好了 好 第一種叫什麼 核色的螞蟻 他就是螞蟻的樣子 對 那他比較小黑色的 相對於這兩個螞蟻 他是比較小型的 相對於比較柔軟 剛才說 他的身體上比較柔軟 他一樣有兩隻觸角 一樣眼睛都很大 對 然後有幾隻腳 眼睛你們都看不到 因為他都全身黑 眼睛是黑的 他就是黑的 那他有六隻腳 那另外一種螞蟻叫做 我們叫油胸流離 那他比較大隻一點 而且他身上就 不只要油胸 其實他的胸 頭後面有個胸部嘛 他的螞蟻 從長腳的地方 他身上有一些凸起步 看起來就是不規則的 很像有些小盔 一些盔甲的 他的進來的路徑是什麼 還是 他就一條一道 一進來 然後到你家的櫃裡面 在你家的牆壁裡面 在你家的窗台裡面住 他就躲在一些 陰暗處的地方 竹槽這樣子 不是陰暗處 就是他就住在你家門框裡面 因為我們門框通常是有個洞 木桃 呃 他為什麼是特別是這十年來 突然間變得這麼嚴重這樣子 對 台灣大概有三百多種螞蟻 大概外一種 三百多種 對 外一種大概百分十左右 他們就差不多遇到去溝通 他們不用講話嗎 他們 他們觸角不會拿手禮嗎 講話不是他們主要的 不是他們主要的傳遞模式 確定嗎 可是電影都這樣演 對 就電影演錯 電影演錯是不是 範圍 而且 他會說錯了 所以螞蟻不會談戀愛 螞蟻不會談戀愛 所以會結婚 公兵人都是女生 好啦 讓我們回答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這幾年這麼嚴重 對 就是說 我們人類的一些貿易過程中 運輸也只在於 它會把一些螞蟻 從它原本的地方 移到台灣的地方來 那這兩種螞蟻 它們元氣地是在 中國南部跟東南亞 那在這 這不是在十年過程 是不是有新的一些 隨著 那個貨也會進來 那它有藉由一直在會進來 這個是有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說 環境中是不是有些 特殊的環境改變 讓它如果 我們最常看到那種的話 溫度變 變多了 它的身體就變 變廣了 媽一般對我來講 都不是很重要的害蟲 對 對一般不然家裡 或農業上面 那它一定要到一個程度 大概才會受不了 我告訴你 人好 人好 人的世界紀錄 就大概可以扛起自己體重 大概2.5倍到3倍 算是 就是很厲害的 讓你把愛給扛起幾倍 來老師請說 500倍 它可以扛起到 500倍 一隻呢 500倍喔 脫可以脫更多 怎麼消滅它 對 接下來說 所有的螞蟻 他們在 我剛剛說 它台灣有300種 全世界有 一萬多種螞蟻 沒有螞蟻 它有血腥的乳一樣 那這種螞蟻 好的特別是比較特別 它們都喜歡吃糖水 它吃什麼糖水 它自然界會吃花蜜 花蜜蜜蜜 豬山蜜蜜 甚至它會 它最喜歡是吃 吃牙蟲 藉個蟲 所以 就那個洗信裡面 我們就必須用一些 耳記去做螞蟻 一個螞蟻草 110的話 它外面工作是10至20隻的 所以有八戟在家裡面休息 所以如果你用藥劑噴它 接觸性藥劑噴 噴死了 所以你 並沒有把它滅掉 因為後面還有 八戟 還有千千萬萬的它 對 就這樣 所以 通常的螞蟻房子都希望它 然後它就把耳記帶回去 餵它 有點用慢性毒 讓它怎麼中毒 老師那在家裡面 我們怎麼製備 製備這個運氣嗎 油胸蘿蜜跟 蝦色蜜蜜蜜一樣 它們喜歡吃糖水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配 20%的糖水 20%的糖水 加上 3%的澎湯 3%的澎湯 可是麻煩是 飛椅就麻煩了 像 飛椅這個蝦色蜜蜜蜜 是 七八九飛出來 對 三個月 七八九月 飛出來之後 這些飛出來以後以往是不吃東西的 那怎麼辦 以後要 七月飛出來 它三月四月就要開始生幼蟲 帶著長 它有三四月的時間要長 所以你必須在那之前就做防治 這個螞蟻 可能特別是 牠們在光 牠們視覺上跟人不大一樣 對 我們人看得到是 紅色藍色綠色光 對 那紅 螞蟻市場看不到紅光 看不到紅光 對 牠看不到紅光 牠能看到藍色跟綠色 還有外色 所以以後我們只能掛紅燈籠 錯 我告訴你 就是紫外線 充充給牠們吹完 兩個都是可以用到 對 第一個是誘牠把它免 把牠手收起來 一個是讓牠不要過來 常常說 我建議說 你家附近的一些管理上 因為我之前看到一名 說牠喜歡把牠家那些 牠們可能比較 搭一些竹子啊 枯木頭啊 那些東西 都是牠會住在裡面的 你反而在居家附近 家裡的管理 跟一些清潔 還是可以 自己可以做的 如果在三四月開始 就可以做一適度的耳機防治 整個區域 如果大家都很嚴重 可能這一里 這一村 大家可以一起做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平常就要養成的時候 看科普探的習慣 科普探 然後呢 就是要非常注意 居家房間清潔 就不要讓華蜜熊兵入境 到我們家啦 好 那我們今天科普探就到這裡囉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他們費得盡量子弟學的空間嗎 嗯 然後你說 下巴的啦 哈哈 下巴四次 不一定不行 我們責不了給他們時間 這樣子 老師你家是要演裝嗎 沒有 沒有 因為他們都演錯 還是你只有皇后女的你 老師你可以偷偷跟我講的 你演就麻 你跟我講 因為如果男生拿一演 反正你就會死掉 為什麼 你會不會說 因為 好 OK 謝謝 謝謝 你有持有 的是 就是說 我要